行教城市特色 台北市观传局规划展出插画看台北特展 除了有充满怀旧风的插画作品 还有会动的插画 重现台北市年度精彩活动 此外新兴的捷运文化 也透过多媒体科技清楚呈现 我们希望用着历来的插画 来展示台北真的是一个充满设计人才 也充满设计能量的都市 而透过从清朝到日治时代 台湾光复一直到近代的 各个不同时期的插画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台北这个城市的发展 还有各个不同的面貌 那另外我们更利用现代的科技 包括触碰感应或者是拍照的方式 让观赏者可以跟这些作品之间有所互动 所以非常的有趣 国宝级漫画家刘欣青老师 重现大神婆游台北这部经典插画作品 细腻的笔触生动呈现作者 在台北的生活经验所见所闻 与台北截下超过半世纪情缘的刘老师 还现场创作大神婆游台北101 送给观传局作为特展纪念 要是比如说你只有画一朵花或一盆花 那个看不出来时代背景 也看不出来那个当时的人文的情况 你要是画这种有记录性的风景 人民的生活的种种状况 可以留下给后代人有一个回忆 有历史的记录 更有的价值 插画看台北特展 从即日起到6月26号为止 在台北探索馆二楼特展厅展出 内容分成魔幻时刻插画记忆 为旅行御界插画 城市风采四大主题 以历史时光重塑的方式 从清朝时期日治时期 台湾光复一直到近代 更搜集近两百件作品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探索台北的城市风貌 记得中文庭 蔡英文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